CHEASE 跟班 飯做出老虎人就是 CHEASE 你餓了嗎 今晚下面 給你吃 你吃 給你吃 大家好 我是單女表姐 這是我單女表姐思緣來上菜這個單元 那已經很久沒有錄了 為了歡慶今天重新開張 我就自己請到一個重量級的人物 也就是我本人 來為我們頻道做剪彩的儀式 剪彩儀式開始 3 2 1 謝謝 謝謝 謝謝光臨 是來的 好心酸喔 那為什麼我這個單元會重新開張呢 因為我覺得滑雪太貴了 所以我現在開始培養一些就是 沒有這麼花錢的嗜好 譬如說踢腱子啊 扯鈴啊 煮飯算便宜的嗜好嗎 怎麼樣都比你滑雪便宜吧 對 怎樣都不會煮成那麼貴 但是等一下 我們不是素顏來上菜 啊你今天頂個大農莊是怎麼回事 我跟你講就是我在錄這支影片的前一天呢 因為我覺得IG上 就是還有FB就PO了一張照片 然後就變成JER 然後沒想到這張照片呢 就是得到了非常廣大的迴響 大家都說 我多美多美多美 所以從此以後我決定一個認真化妝 是不是之前素顏太久了 可能素顏太醜了吧 對 現在RESPECLE講話尊重 尊重好不好尊重 因為很久沒有罵人 你會發現我之前罵人的影片 收視率都還蠻不錯的 大家都很喜歡看 大家很喜歡看我罵人是不是 先介紹一下我今天要做什麼菜呢 我今天要做的菜呢是 紐澳糧烤半雞炒泡麵 左 四川麻辣石井 脆片 再左 鹹蛋黃炸魚皮 好長喔 對 我們法國來怎麼樣 法國來了 好那今天用到的食材有 今天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先罵人之餘呢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甘安甘仔 甘甘甘仔 咕咕 甘甘仔 竟然看上我就是高超廚慾 竟然要吃入我 就是素顏上菜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系列的影片 今天真的是好品味好眼光 咕咕 好我們首先呢 就水滾了之後呢 就把那個泡麵放這樣 你要用任何的泡麵都可以 就any的泡麵 就是把泡麵先放到水裡面煮 罵人之前呢 正式還是要做 現在在全家呢 就上架是這兩個 這個呢 四川麻辣石井 脆片的口味 然後這個是鹹蛋黃炸魚皮的口味 然後2月11之前呢 他們都特價就是179 然後是新加坡原創品牌 是五星級的就是廚師呢 親自設計 然後他不但可以當零食呢 也可以就是做菜 好的故事還沒開始講呢 麵條就已經 就已經煮好了 所以呢要先把麵就是撈起來 因為呢之前是炒泡麵 所以呢要把麵條放到就是炒鍋裡面 然後現在呢就把麵條呢 放到就是炒鍋裡面 因為我們要炒泡麵 所以其實呢是鍋裡面要下 一滴滴油就好了一滴滴一滴滴油 加一滴滴油之後呢就開始炒 然後把這個泡麵的這個醬料呢 放進去就是一起炒 緊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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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沒時間講故事 油不夠多油不夠多 你丟 鷹不要撤 不要撤滋乳 好 現在泡麵炒一炒呢 先把火彎掉 好那在泡麵炒的同時呢 因為我要把這個加進去就是一起炒 所以我把它弄成脆片 我首先要加的是這個四川麻辣十嶺脆片這個口味 所以要把它放到就是塑膠袋裡面 這樣才可以把它敲碎 然後另外一個鹹蛋黃鯊魚皮的口味呢 把它放到就是另外一個袋子裡面 就是等一下可以準備就是敲碎 好香喔 我就光 光在拿到就覺得真的是超級香 然後在等泡麵炒的同時呢 先去講一下故事 我最近呢 表姐遇到了一種新的人物呢 不分男女 但是因為我是女生 所以我遇到是男生 然後他們呢 我發現他們擁有一種症狀 叫做彼得潘症候群 來 什麼叫做知書達理 順便上課一下 何謂就是彼得潘症候群 彼得潘症候群呢 就是 他不負責任 然後他依賴清強 那也堅持 然後還有關係障礙 就是跟異性交往的時候呢 到給予承諾的時候呢 會臨陣脫逃 然後呢 他不時的更換伴侶 對象有可能就是越換越年輕 藉此呢 就要來紓緩他被要求結婚 組織家庭的壓力 就是彼得潘症候群 那為什麼是彼得潘呢 因為彼得潘在就是卡通裡面 他就是很愛玩樂 他就是沒有要做一些任何的正經事 所以就叫彼得潘症候群 因為我真的是新的人 然後我就說 大家當朋友我覺得OK嘛 然後後來呢 就是跟他聊天的時候 聊到 我就說他想要就是 他不想要任何的就是 穩定的交往關係 他想要純粹的自由 我就說 喔也OK啊 就是我本身尊重這種人 純粹的自由 我就說那你就是 蠻典型的玩咖嘛 結果講到這邊的時候呢 這位大哥呢 他居然就糾正我說 嗯嗯 我不是玩咖 我就想說 欸奇怪 就是不想要穩定的關係 想要純粹自由 那怎麼會不是玩咖呢 那我就秉持了 就是亞洲或普拉的精神 我就繼續採訪 然後後來發現 他們定義玩咖是覺得 直接約炮叫做玩咖 然後他們呢不是玩咖 我想說奇怪 到底差在哪裡 後來我總算發現了 因為這些人呢 他們就說 不想要穩定交往關係 可是其實他們還是會認真心跟你約會 就跟你出去看店 或吃飯什麼東西 然後他也是真的會真心誠意的 關心你任何生活的事情 他們也沒有要在一起 不過最後一定還是會打炮 你有遇過這樣的人嗎 有啊 大家有沒有說什麼 我有遇過一個他就說 I always dating around but it's hard into a relationship 對這就是他們的台詞欸 就是他們就會說 我們真的就是 我真的無法就進入任何一段 穩定的關係 那我就覺得說 你們就在家就好了 幹嘛要出來呢 你們就 在家裡 裡面 就不要出門 沒有什麼交朋友 那講到這邊是訂閱數又要掉了 後來我想說 奇怪 他到底為什麼會說 自己不是玩咖 因為他發現 哦原來他前面就是 他不是直接約炮 所以他就定義自己不是玩咖 當他說就是我不是玩咖的時候呢 我突然就是一個不爽 那為什麼會不爽呢 因為我最恨的人呢 就是扮豬吃老虎的類型 因為如果他就直接說 哦對啊 我就是遊戲人間 我就是玩咖 我也覺得 嗯 很OK啊 就是你就是坦承你自己的生活型態 或是 哦 我就是這個 像我就是國際大男子 我就是懶惰 所以我就是承認 但是我最痛恨的人呢 就是他明明是玩咖 但是他就說自己不是玩咖 那就是 Cheese 你們這些就是Cheese 這扮豬吃老虎的人就是 Cheese 你們會覺得就是我講得很好 那是不是講到這邊的訂閱數 又馬上掉了呢 對啊 我們就是在得罪大家 因為我們又在得罪人了 好 那這個敲好了這個 我就把它加到這個炒泡麵裡面 就把它加進去裡面炒 好 那麼 那一半呢 正式還是要做 那這個脆片裡面呢 其實是有三種成分 是魚皮豆皮 還有就是 幾種菇類 是幾種 三種對不對 還有三種菇類 然後聞起來 好香好濃 真的很濃 就是麻辣火鍋的味道 就是我現在人在四川 就是麻辣火鍋的味道 我就拌到這個炒麵裡面 因為超好吃的 好我現在 麵已經炒好了 然後我要把這個 牛肉糧香草烤拌機拿去微波 然後再繼續回來罵人 好 那就是在烤雞加熱的同時呢 我有一天把麵洗光 然後我可以鑽進去去罵人 結果後來我一個朋友呢 怎麼辦他會看這個 這個 這個嗎 就是我一個好朋友 他的一個男生朋友呢 也是這樣子敵得潘正厚群的男生 他說我不是玩咖 我對每一個女生都有用心 有沒有聽到他的詞 來 關鍵詞是什麼 每一個 對 每一個 所以他同時就真的有很多個 他們都會出去約會 然後他每個都沒有在一起 還有真的每個都關心對方 每個每天要早安 晚安 你吃了嗎 今天去冷 你要加外套 對方很煩耶 對 那他每一個也都是有打炮 所以 那他就說他不是玩咖 為什麼他不是玩咖 因為他覺得他每個都有用心 所以呢 然後後來發現這些男生呢 他們呢 說自己不是玩咖 因為這個 這種類型的人 他們沒有被定義過 這個在市場上 我給他們全新的名字 叫做套餐玩咖 就是 他們不只是 直接吃漢堡 他們前面一定要有可樂跟薯條 就是 一整個套餐 要有戀愛的感覺 要真的關心你 要跟你有心靈的交流 就像我認識那個男生的時候呢 因為我在冰淇水地的時候 他也就是把手套給我戴了 有沒有覺得很貼心 嗯 蠻貼心的 對 那好險因為我今天就是失戀專家 所以就不會那麼動心 哈哈 有點可憐 年輕小女孩可能你就會 對年輕小女孩就會動心 然後譬如說 我講到也有什麼煩惱說 但我就是只是隨口提到耶 他就真的很認真 就是不停的陷入在問 然後我就問到 我就想說 天啊怎麼就是這麼關心 那後來 好險老婆啦就是 已經真的是老了 所以就發現原來 他就是所謂的套餐玩咖 他前面要跟你有心靈的交流 但其實呢 他們全部都是沒有要認真交往意思 好那我先把這個 嫌濫皇級口味 就是 準備好 然後很多女生就會覺得說 天啊他就是每天這麼關心我 他就是譬如說 這麼溫暖這些 一些歐巴的行為 是不是就真的喜歡上我 其實不是 啊啊 我的偶像是誰 馬修什麼 廉恩 對 其實是 馬修賀希 但是因為大家都說他馬修蓮 馬修賀希照片在這 對我原來真的希望跟他合作 馬修蓮恩呢 他說過一句經典名言 原文是 attention不等於intention 然後這句話就是翻譯的原因就是 他的那些關注呢 不等於他想要真的跟你 就是有交往的那個意圖 這兩個是不等於的 所以呢如果下次就是還是遇到這些 暖男的話呢 然後發現他們其實是半豬吃老虎的話 你也是就可以直接 跟他們講什麼呢 來台詞就是 CHEES 就是再次 CHEES 對就是這樣 這些人就是半豬吃老虎 我覺得你現在很像小雜貨 哈哈哈哈 還是其實 哈哈哈哈 其實 最猛的是我對不對 最猛的是我本人是不是 而且你家為什麼廚房會有供給啊 對 我們今天要做菜啊 菜也是我們的那個道具之一 好 好現在呢就把這個魚皮呢就是 撒到 剛剛的那個炒麵旁邊 好現在烤雞好了 先把烤雞就是拿來 好的 我回來了 雞是不是有點太大 對啊 是不是有點太豪華了 馬來西亞我們做人就是慷慨嘛 因為別頻道是六萬人團隊是不是 我們沒有他多啦 五萬九千九而已 所以我們 我們資金也是非常的充足 沒問題 然後最後呢 再加上就是 也是全家的 這是媽媽主義的溫泉蛋 媽媽主義的這個溫泉蛋呢 對切放上去 然後整道菜就完成了 這是我們的 紐澳樑烤半雞炒泡麵 左 吃穿麻辣 石鏡脆片 石鏡脆片 再左 鮮蛋黃 魚皮 脆片 哈哈哈哈 好難喔 對 我們是法國菜 所以名字這麼長 所以完成了 登登 現在是試吃時間 然後最後呢 還要總結就是 罵人的結論 好試吃時間 耶來試試看 小幫手也要試試看 我要吃到旁邊 有那個 鹹蛋黃魚皮的地方 欸 你吃吃看你吃吃 合理的嗎 很好吃耶 因為它脆脆的 然後它讓這個無聊的 就是乾麵 就變得很好吃 有口感耶 是不是 好吃 真的變得很好吃 欸我說真的 因為它沒有 懂那個四川火鍋那個 麻辣那個脆片的味道 然後因為我上面又撒了鹹蛋黃魚皮 就是重口味 很重香的口味 裡面原本底層是麻辣口味 然後上面又鹹蛋黃魚皮口味 就超級香的 然後它那個 我剛剛說幾種辛香料 石鏡脆 石鏡 這就是完全鋪在裡面 整個泡麵變得很高級耶 然後出品吃吃吃吃吃吃吃 欸最後呢這個叫做 操餐 玩咖的這個特質呢 做一個總結 第一個呢 就是它一定會 心理社後不理 什麼叫心理社後不理呢 就是它真的會關心你啊 好癢 嫩成這樣是不是 對 這麼嫩 瘦這麼嫩 算了 通常呢它就是真的會 真的關心你 就是心理社後不理 那其實那些關心呢 我覺得呢 真的就是等於喜歡 所以你要注意 該有的台詞呢 就是我不是玩咖 它一定會講這句話 它說我不是玩咖 那你要怎麼樣套這句話 你就問它說 喔那你就是玩咖 它就會說 喔我不是玩咖 真的這最有可能 然後再來呢 他們也會說就是我現在不想要 任何就是認真的關係 這也是他們必講 然後第三個特質呢 因為我就是 跟那一位套餐玩咖 就是我真的太深入採訪他了 他講了一句非常經典的名言 因為我跟你講你們要套話說什麼話 我就說欸那你這輩子有愛過什麼女人嗎 然後呢他的答案非常的精彩 他說我這輩子沒有愛過任何的女人 我可以喜歡她們 但我沒有辦法愛一個女人 我只能愛我媽 是不是很噁 是不是很噁 那你就跟你媽 是不是你說是不是 你說是不是 這個答案會讓人很生氣 很噁 他說我這次沒有辦法愛任何的女人 你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想說喔那真的是玩 他後面居然借一句說 但是我可以愛我媽 去死吧 你的屍體就是一個人在房子裡面 腐賴 因為你死的時候都沒有發現 你沒有任何人 幫我照顧你 沒有任何朋友 你的屍體最後就會被貓切掉 真的很瘋欸 欸這怎麼好好吃喔 真的好好吃 好香喔 真的好好吃喔 欸真的真的真的超好吃的 記得一定要把麻辣的加進去掃 因為你這樣整個麵就是麻辣多的味道 然後再把那個甜蛋黃的 撒在上面 真的好好吃喔 我很好奇他既然就是 搭配起來這麼好吃 那他單吃會好吃嗎 好那我們現在單吃看看 好單吃了 我先試試這個 這個麻辣鍋口味 欸它裡面真的是看得到一整朵的香菇欸 超划算的 然後還有這是魚皮 然後欸 居然還有 反正就有好幾種香 欸幾種香菇 三種是不是 我先來吃一個 吃一遍看看 好脆喔 好香喔 它那個花椒味 那個十幾種清香 整個就直衝我的鼻子 這東西很危險 你很可能會就一口氣吃掉一包 旁邊那個菇欸 嗯 那直接就是麻辣鍋的味道直接衝 衝到我的鼻子 而且它超脆欸 就是我這樣收音都可以 很脆啊 我們可以拍那個你知道那個 ASM嗎 對它超脆的 對ASM嗎應該拍一下 然後這是鹹蛋黃魚皮口味 噢 鹹蛋黃真的是做成什麼東西都很好吃 這是鹹蛋黃然後它就是鹹蛋黃的香氣 這個是偏辣然後就裡面很多種 我覺得很重的是那個花椒味跟那個麻辣鍋那個香味 然後鹹蛋黃呢 就是它把鹹蛋黃就是鋪滿在這個魚皮上面 就是非常的香 嗯 這個有東西在碰到大家吧 就說說五個 然後我就會寄給你好不好 你就隨便你留言 然後也是希望大家呢 不要遇到套餐玩咖要小心 因為套餐玩咖呢 他們都扮豬吃老虎 所以呢他們不會承認自己在玩咖 他們一開始也不會說我就是玩咖 所以你們自己要小心 OK 我們冒完人怎麼寫糖片地圍會有點痛 你最近是不是頭很容易痛 對啊 什麼初老哪有 我跟你講最近有廠商寄那個動軟的業配來 什麼 動軟業配 動軟 去死 你不要看我拍動軟的業配嗎 我真的從頭到尾火氣都會非常大 我都會一直狂罵去死喔 好就大家看就留言看有沒有我拍動軟 王八蛋哪有 我哪有修動軟哪有 我哪有亂講 好啦大家留言喔 然後還是要訂閱是不是 欸今年對2020年還要認真叫大家訂閱對不對 對 大家訂閱一下好不好 訂閱一下好 好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